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前面我们把Demo1做完了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来开始做Demo2 那么我们在做这个Demo2之前呢 我们需要先把这个Demo1的项目呢导出来 然后呢把它呢进行一个打包处理 并且呢把这里面我们没有用到的这些CSS和GS呢 我们都给它删掉 好,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呢打开这个项目的这个文件路径 好 打开一下 然后呢把这个文件夹呢整体的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复制到这个桌面上 好,然后呢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夹 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没有用的东西呢 比如说这个index的这个备份我们可以给它去掉 然后gs里面呢我们找到这里 然后把这个没有用到的gs呢也给它去掉 好 这个呢也给它去掉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这个字体里面呢我们不能去 所以css里面呢我们只用到了这个什么呢 第一个然后还有这个还有这个对吧 三个那么我们把其他的呢都给它去掉 好,这个地图文件呢可以不去掉 好,那么css地图然后呢是这个 这个没问题好,那么这样呢就把多余的项目呢都给它去掉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打开页面看一下能不能够在这个里面正常的显示 好,没有问题啊,没问题可以这样显示 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demo1 那么这个里面呢是我们的这个ide文件 就是说我们这个编辑软件自动给我们创建的 我们可以给它去掉 好,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它命名一下demo1 好,重新给它命名一下这个不行,有冲突 好,那么是第一个demo1 然后呢我们来看第二个demo2 好,打开这个项目里面demo2 index 好,那么打开之后呢这就是我们的这个demo2 那么它呢是一个这个很简单的一个管理后台 那么之前我们也看过 那么这个后台里面呢它会有一些这个安全提示 然后呢有一些统计数据 然后还有一些网站的这个正门的文章 然后左边呢这里还有一个这个访客统计 那么这个访客统计呢是用的一个 这个Bolustrop框架之外的一个JS插件来制作的 然后右侧呢是这个服务器信息 那么主要呢就是展示下面的这个进度条 好,那么这个呢也是这个Bolustrop框架里面自身 自身佩戴的 然后下面呢是一个留言板块 然后左边呢是留言,右边呢是这个输入留言和这个一个团队的管理手册 好,那么这是这个管理界面的首页 然后还有这个用户管理界面 那么用户管理界面呢它其实呢也是非常的简单 好,就是一个这个左右的这个分栏 然后这个分栏的这个三个系统 然后呢左边呢是这个操作 然后右边的话是这个操作对应的这个列表 比如说这里是用户管理 那么就是用户管理列表 然后在里面呢就是有这些很多用户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用户右侧的这个操作呢来进行这个操作 比如说编辑删除 好,是一个密码等等 好,然后呢 再往下呢有一个这个分页对吧 分页 好,那么就是这个比如说第一个用户管理 那么用户搜索呢是一个表单 好,可以进行这个用户搜索 然后添加用户呢 它会弹出一个这个对话框一样的这个工具啊 那么你可以直接的在里面呢 输入一些用户名 然后用户密码来进行这个添加用户 好,那么这是这个用户管理界面 然后内容管理界面的话 主要是一些这个用户的文章 好,那么这个呢 其实和我们这个用户管理界面的话 和这个用户管理是非常相似的 好,那么可以进行这个文章呢 这个编辑删除置顶操作 然后呢还可以添加文章 添加文章,文章标题,证文 然后是否置顶,有个选框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标题 好,一个标题,一个标签管理 那么标签管理呢也可以输入 然后进行证,然后以及这个删除 好,等等 那么这个呢,这个后台呢 这个项目做起来呢 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好,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可以如何来操作 好,我们首先进入这个编辑软件里面 然后呢,这是我们上一节课的这个文档 那么现在呢 我们已经把它这个备份完成了 好,那么我们需要对一些东西呢 进行一些删除的这个处理 那比如说这里的这个 那比如说这里的这个 这个写的这个代码呢 我们可以去掉 然后呢,以及这个 这个OWO.js可以去掉 然后单一面导航可以去掉 好,去掉 然后呢,就是这个Bloodstrap的这个 JS,然后保留它 好,然后往上呢 这个CS里面呢 把这个动画效果给它去掉 然后呢,这个麦子呢 给它保留 好,然后把麦子里面呢 也给它清空掉 好,在清空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选择 现在保留一些东西 比如说这个Bloodstrap的这个字体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保留 为这个微软雅黑的字体 然后底部的话 我们暂时给它保留一下 底部 好,然后呢 整体都给去掉 然后呢,这个内容里面呢 除了导航以外呢 我们其他都给它去掉 导航以外 然后其他内容呢 去掉 然后保留底部 好,这个时候我们打开项目看一下 好,那么现在呢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和我们这边呢 基本上就是没有问题 然后呢 我们再来对它进行一些更改的操作 首先呢 是这个导航上面 那么logo logo这里这个文字的话 我们需要给它改成这个麦子AndMe 好,找到这里 麦子AndMe 好,加一个这个空格 然后呢 刷新看一下 好,MasAndMe 没有问题 然后是链接 那么链接的话 现在是在右侧 我们把它移到左侧来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的 怎么呢 把这个给它去掉 好,那会把它去掉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到左侧来 那么对应的是四个工具条 后台首页 用户管理 内容管理 然后这个标签管理 对吧 好,后台首页 然后是 看一下 用户管理 内容管理 以及标签管理 好,那么多余的两个呢 我们就给它去掉 然后这个时候再来刷新 后台用户 OK,没问题 然后右侧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 两个这个导航 那么我们同样的 给它加上去 那么右侧 把这个URL呢 复制一下 然后给它加一个 这个LevelBarrate 好,然后第一个的话 我们先给它写一下 先把它位置给展一下 因为这里还需要改一下 是AndMe 因为登录了之后 有一些操作 对吧 然后是退出 好,多余的给它去掉 然后再来刷新 好,AndMe 推出 但是呢 现在没有这边那种下拉效果 以及呢 左侧呢 这个呢 还有一些这个图标 对吧 图标和现在 默认当前选中的状态 那么选中状态呢 很好处理 那么先给它加一下效果 打开这个编辑器 然后给这个 现在是后台首页 对吧 然后给这个Level 加一个这个Class 那么等于这个Activ 那么这个时候再来刷新 好,那么就有这样一个选中的效果 OK,没问题 然后加这个图标 图标依然是到这个中文网的这个网站去找一下 好,找到这个组件里面 然后找到这个主页的这个房子的图标 图标要非常的多 找一下在哪儿 好,在这里 然后呢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到这里来 在这个后台首页的前面呢 加一个这个Span 然后给它一个Class 然后在这个后面呢 加两个空格 好,刷新看一下 后台首页 没有问题 然后呢 是这个用户管理 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空格 是否应该再加一个 好,两个空格 看一下效果 OK 两个空格呢 要稍微宽一些 然后呢 是用户管理 把这个用户user的这个图像呢 也给它拿过来 好 Spack Class 然后是这个空格 OK,没问题 然后是这个内容管理 内容管理呢 是一个这个文章一样的 这种图标 找一下 在这里 OK 然后复制过来 找到内容管理 Class 然后呢 加两个这个空格 空格的话 直接在这里复制 好 然后是这个标签管理 标签管理 看一下 是这个 这样一个这个 图标 标签 好 就它 这个吧 这个吧 Tags 然后复制进去 在这里 是一个spam Class 然后是两个空格 好 然后来刷新 OK 没问题 那么上面的这个导航呢 就差不多 然后呢 我们还需要来处理后面的这个下拉 下拉操作 那么这个下拉如何来使用呢 那么我们还是这个 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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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中文网 然后呢 找到这里有个这个 这个Jars 的这个插件 好 然后找到下面有个这里 什么呢 右侧菜单 这里有个下拉菜单 好 那么这里呢 就会有这个下拉菜单的这个 演示 那么我们直接找到下面 那么这里呢 就会有这个下拉菜单的这个 代码 那么我们直接可以把这个代码呢 复制一下 然后呢 到哪呢 到我们的这个编辑工具里面来 然后到这里来 把这里呢 在这里粘贴一下 好 那么粘贴之后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是怎样的这个显示效果 好 那么这是粘贴后的效果 OK 那么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些 这个效果的处理 我们把这个 打开 然后呢 给这个 然后对它进行一些修改 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个 首先div呢 给它更改成一个例 好 div改成一个例 然后呢 把这个button呢 给它改成一个双链接A 好 斜贴A结束 然后呢 这个 它是对应的 这个ID 那么它的意思呢 就是说当这里进行点击之后呢 弹出这样的一个这个称 那么这里面呢 就会显示出 对应的这个内容 那么我们先给它放两个这个 内容里面进去 好 我们看一下这边 点一下之后呢 会有这些 比如说前台主页 个人主页 前台主页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先给它加一个这个 超链接 对吧 给它加一个这个 前台主页 好 删除一下 然后呢 然后呢 加一个例 然后呢 然后有个超链接 嗯 class就不需要了 直接加一个网址 好 网址 index 然后呢 给它一个这个名称 叫做前台首页 好 然后复制几份 对吧 好 复制几份 然后呢 将这个anemy呢 好 这里就可以去掉了 把这里替换一下 替换闪的秘 然后把它去掉 好 这个时候呢 那我们再来刷新 好 刷新之后呢 呃 不见了 找一下哪里有问题 这个不是没效果对吧 是这个 已经生效了 那么刚刚把这个名字 改过了 改成anemy了 那么我们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呢 就出现了这个 下拉的这个菜单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把这个下拉菜单呢 对照的这个左边呢 来进行更改一下 那第一个呢 是这个前台首页 第二个呢 是这个个人主页 和这个个人设置 对吧 然后呢 还有一个这个 我的收藏啊 丈夫中心和我的收藏 这个快捷键 这个复制的快捷键的话 是Ctrl D 好 我的收藏 那么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复制这一行 那么我把这个数标呢 放到这一行的后面 然后按一下Ctrl D 那么它就会为我这个复制一行 OK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 点一下 好 前的首页 没问题 那么对应的图标呢 给它加一下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又回到这个组件里面来 好 找到这个聚焦的这个东西 对吧 聚焦的这个十字架 十字架的这样一个效果 图标 OK 在这里 复制一下 然后呢 把它放到第一个前代首页 加一个span 好 然后class 加上去 然后呢 加两个这个空格 OK 空格 那么空格呢 都先给它们复制上去 好 那么第二个呢 是这个个人主页 个人主页 看一下它的图标 好 是这个 头像 对吧 头像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拿上面的 这个用户管理 这里 好 复制一下 然后放到个人主页 然后个人设置 一个 这个磁轮 这个磁轮 好 然后是这个账户中心 一张银行卡的图标 找一下 好 在这里 Color 然后呢 是这个 我的收藏 那收藏的图标的话 是一个新 好 一个新 OK 然后这个时候 再来刷新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效果 好 全能首页 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 对吧 没有问题 然后呢 我们还需要来 对它进行一些 这个操作 这里还有一个 这个退出的图标 没错 退出的 右侧 退出 这里应该还有个图标 那么 在这里给它加一下 加一个这个span OK 然后加两个空格 刷新 好 退出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用户的这个 这个页面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页面给它创建一下 然后把这个导航链记呢 给它更改一下 好 放大 那么 首先呢 是什么呢 是这个 好 用户管理 对吧 这个后来所谓的话 我们把这个网址呢 给它改成这个index.itmail 然后呢 这个用户管理呢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user user 先先先建这个文件吧 先建个这个文件 讲 好 文件 那么叫做这个user user list OK 然后呢 把这个文件呢 先放在这里 然后把它这个加一下user list 好 user list 然后第二个呢 是这个内容管理 新建一个文件 叫这个content 好 这是内容的 content 然后呢 是这个 还有个什么呢 还有个这个标签管理 标签管理的话 我们就给它一个这个 TIG TIG 好 然后呢 把这个整个网址呢 复制一下 然后 首先一个个来更改一下 好 这个是TIG的 对吧 TIG 标签管理 那么我们把这个 D的这个activity呢 给它 这个 放到哪呢 放到这个TIG里面 OK 保存 然后是内容的 好 复制 内容的 那么 找到这个 activity 给它 放到这个 内容这里 好 然后整理复制 这是 会员管理 user list 好 找到这里 找到这里 把这个 样式 给它拉过来 这里好像多了一个空格 OK 没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首页 看一下 好 后台首页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 内容 标签 好 都没问题 对 好 好